妈 我回来了 我给你买的水果和饮料 你好 真贴心 妈 我肚子好饿 你没吃过饭吗 我们都吃过了 我叫小兰可以给你做 太好了 小兰 小兰 我可以看看 这个小兰 这个哪个冰糖 马上我就在那里带 小兰 小兰兵要吃饭 可以整点都要给你吃 妈 我肚子不舒服 你让小兰自己去做 小兰 你一点都在装 小兰 你说的就是什么话呀 我什么时候装过了 我今天那肚子确实不舒服 亲家母 我去做吧 让小兰休息一会儿 他今天肚子确实不让舒服 妈 你别去 让他自己去做 他又不是不会做 小兰 让你妈可以做这么了 哟 还心得你妈咯 妈 那你怎么不让小兰去吃花 你还不是心得你的女儿 妈 你看小兰 为了为父他妈 都娶不到你老婆上来了 小兰 你再不当你妈 我今天就把她赶出去 妈 你要知道 我现在在这个家里的女主人 你如果今天赶和妈走 然后就赶你女儿出去 小兰 你敢 你要是这么嚣张 我就告诉我过去 你去吧 来 赶紧给你给我打掉下去 你 妈 能年龄 我妈 她也是小兰的长辈啊 她怎么能让我妈做饭给她吃呢 就算喊我妈去帮忙 她应该开一点 礼貌点啊 妈 小兰她这个样子 是人种长辈吗 无论是亲属关系 我是她嫂子 那是我妈 她应该懂得真容才对啊 小兰 你自己有手有脚呢 你自己不去做啊 你每次回来 都对我要三合适的示范哦 我以前的人 但是我今天确实不舒服 你自己去做一下不行吗 如果你再不懂事啊 以后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走嘛 哼 小兰她妈 都在我们家做的过渡行的了 整天在家里面吃着坐着 真是浪费了 今天呢 刚好小兰她在家 要不我们吃个主意 把小兰她妈说说算了 好好好 加油 来干奶奶 亲姐妹 你看你都奶奶弄多天了 该吃的你吃了 该喝的你喝了 加油你得看了 你该回你自己家开了吧 亲姐妹 你说的对 我打算明天就回去 家里面有很多农货还没干完 是啊 要不这样 你尽量回 我开始送她回去 小兰出去了 我等她回来 我跟她说一声我就走了 不用等她了 小兰出给我她朋友完了 不会那么快回来 等她回来 我跟她说一声都行了 那好吧 我再就去房间收拾东西 妈 我妈呢 你妈 在房间收拾东西 她说家里的农货没有干完 她忙着回去 我还叫小兰开车送她来 不可能吧 我家农货都已经干完了 前两天我妈告诉我的 所以呢我才让她多晚两天 让我去看看 妈 不是说好了吗 昨天多晚几天 你怎么刚才回去啊 小兰 我知道 你也不容易 我真的不想在这里待了 让你问来 我都这个年纪了 你吃不了多少 还是在自己的家里面 待着舒服 妈 我就知道 肯定是他们两个赶你走 我去找他们女人 小兰 你就别气了 我不想让你问了 只要你够的幸福 你什么都想 妈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就等我一会儿哈 小兰 妈 小兵 是你们两个要赶走我妈吗 是要怎么样 她都在做一个新的了 还不回去 这么 她现在要做一年啊 好 那我问你 你离婚以后 你在这个家做了多久了 半年多了 早好 你不服气啊 这不就等了 你可以做那么久 我妈才做一个星期 你们就想把她赶走啊 小兰 你妈能和小兵吗 小兵是我女儿 妈 你们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 她可是我妈呀 自从我嫁到这个家里 人老人严 为小兆生儿育女 我一年都乱得回家 孝敬我妈一次 我去365天 都在孝敬你 我妈她才是生我的人 我想好好孝敬她 几天 难道这都不行吗 妈 你别忘了 这个房子 也有我的一半 你是有女儿的人 你希望你女儿嫁出去以后 对你不问不问 不孝敬你 你心里面是什么感受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感谢关注 阿姨 我是小兰的朋友 我叫美琳 小兰呢 小兰呢 她在楼上洗衣服 好嘞 这是我们的水果 你们尝一下 我给楼上找她 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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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琳你来了 小兰你在洗衣服啊 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我好久见你啊 我晓得你怀疑了 不方便 所以我没告诉你 这么大的衣服 你怎么不用洗衣机洗 用手洗洗了什么时候啊 我婆婆她不让 她说浪费店 只能用手洗 你都怀疑了 你婆婆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啊 哎 没办法 所以就我遇到这么一个婆婆呢 小兰 小兰 你在说谁啊 你整天饭也没啥 还你洗个衣服啊 我说的是什么 就是 别到时候装可怜 不晓得了呢 还有我们整天迭代的呢 你们本来就是迭代 还让一个进到大陆这里以后 给你们全家洗衣服 都不能用洗衣机洗 还必须用手洗 你说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美妮呢 你是不是知道啊 我和小兆的时候 我挺着个大主持 还跟全家人洗衣做饭 还要干聪明 那小兰和我比起来啊 她算幸福多了 妈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吧 你们那时候的条件 能够现在比吗 现在明明用得起洗衣机 你为了节省店 不要让我用手洗 我说错了吗 小兆又过程转型 容易吗 该洗衣机吗 不要得洗 阿姨 我不知道你们家什么情况 不过我想她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 要不是她现在怀孕不能上班 她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人 不论是洗衣服和工作都很出身 至少嫁到你们家以后 花生生的人妈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婚 真的不知道她是怎么能忍下来的 如果在我家我怀孕了 我婆婆敢这么对吗 我就不为这个家生小孩 还不如一个人生回来的姿态 不知道你们家怎么怎么特殊 又不是又不去洗衣机 我怀孕的时候 我婆婆全程照顾 洗衣做完 加入全程包来 再回家来 你换衣服 我带你去玩 这些衣服这些鞋 感谢关注 感谢关注